好 马上带来关心在美国传出重大事件 就是前总统川普在当地时间14号 也就是台湾时间稍早的6点40分左右 遭到枪击 当时他是在宾州的造势活动现场进行演讲 右脸部沾满鲜血 也立刻被安全人员护送离开讲台 而美国特勤局最新消息是指出 川普目前安全没有大碍 如果你想真的看到什么 就看看什么事 造势演说到一半忽然枪声大作 川普摸了耳朵后立刻蹲到讲台下 一旁的特勤人员蜂涌而上 美国总统大选13号发生了重大事件 前总统川普在宾州这场造势演说时 忽然遭到枪击 一时之间民众惊恐尖叫声此起彼落 随后安全人员在确认没有安全疑虑后 将川普扶起并将他团团围住 此时可以看到川普脸上有明显血迹 不过他仍然举起手臂握紧拳头 向支持民众致意 他口中念念有词高喊战斗 而在特勤人员的严密保护下 川普被护送上他的坐车 而在上车前川普仍然高举手臂 向支持民众致意 而根据美国特勤局的最新声明指出 前总统目前很好很安全 而川普的发言人也表示 前总统没事并感谢执法单位 与急救人员的迅速行动 目前川普正在当地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前总统川普在宾州进行造势演说时 忽然遭到枪击 更多细节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新颖 好 美国前总统川普现在正在竞选 那13号的时候是他来到了美国宾州 进行的这一场造势活动 那原本他其实在讲台上还在批评对手拜登 那没想到讲到一半就传出了好几声的爆裂枪响 那随即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川普他是没有反应过来是有人开枪 结果他发现有人开枪过后就立刻的蹲下来 而且还伸手捂住了右脸赶紧来躲避 那随后这个随护也立刻在几秒之内 就涌上要来团团围住川普 那只是他根本在护诵川普离开之前呢 大家还能够听到说这个麦克风收音到川普说 等一下 因为接下来他就突然高举了拳头朝天 是喊了好几声战斗 对着他底下的支持者来大喊 那接着这些支持者听到 他们向支持者表示他自己是安然无恙之后 支持者也爆出了这个一片的欢呼声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川普 他脸上的伤势还蛮明显的 疑似是他的右边的耳朵 右边的耳朵遭受到了枪及的这个擦伤 那因此有一些大片的血字出现 只是现在呢 这个他们特勤局 美国特勤局是表示说 川普他人现在很安全 人正在附近宾州当地的医院来进行治疗当中 而且他也证实了 川普只有脸部的部分擦伤 其他的治疗还在检查当中 那伤亡的部分呢 伤亡呢传出了当时至少有两人身亡 一人就是站在川普身后位置的支持者 那另外还有另一名支持者疑似是重伤 那根据目击者的表示呢 其实川普在发生枪击案的当下呢 他们是被发现了这个有枪手是 布上了这附近的屋顶上面 而这些目击者也立刻来做出了通报 那随后呢就发生了有三起的枪声 那最终这个枪手也当场遭到附近的这个特勤人员来击病 那现在这个川普的对手 也就是这个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 他随后也来到了白宫跟宾州的州长进行这个简报 那拜登也表示在美国的领土上 他不容许有任何的暴力行为发生 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川普最大的支持者 伊隆马斯克 这个马斯克随后也在X上面发文表示 转发了这些照片表示说 他会全力支持川普 他希望川普能够早日康复 那只是说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还在倒数不到半年的时间 现在除了这个川普 他其实在下个礼拜呢 就要接受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要来参选总统了 那现在包含了他的对手拜登 不断地面临被逼宫的危机 而川普现在又发生了 这个枪击案件 那双方的话题是不断地发生 也让这一场美国总统大选 是更加的高潮迭起 那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国际推播 再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 谢谢新领带我们掌握 这起枪击案的最新细节 大家都在关注这起枪击案 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大选的动向 因为毕竟明天15号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就会登场 但是在这之前 科技业的风向似乎已经转了 Meta突然宣布对川普解禁 包括他的脸书 还有IG账号都可以使用 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则是传出捐出了大笔的款项 给川普阵营 难道科技业已经开始 导向川普了吗 川普到哪个场合都带着这个自信的表情 而这项消息或许会让川普的笑容加大 因为脸书宣布对他解禁 Meta rolled back some restrictions on form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nstagram and Facebook account 科技巨头Meta在12号宣布 下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 会取消对他账号的限制 这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松绑 尽管脸书发声明表示 这是要确保所有的候选人地位平等 但是外界认为事情或许不单纯 因为川普才刚在自家的社群媒体 说要把选举炸气饭关起来 还特别点名佐克勃力道强劲 但脸书不但让川普解禁 还传出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成为川普的大金主 消息指出马斯克捐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两大科技业巨头不约而同地对川普释出善意 而川普最近也开始收敛争议性言论 力图要拉拢温和派选民 尤其共和党的提名大会即将在18号登场 威斯康辛州的场地都已经准备好了 工作人员背好气球要迎接川普 但外界更关心的是他的副手 川普即将第三次代表共和党上阵 至于副手是谁他始终不肯透露 除了制造话题也有分析指出 川普目前真的选不出来 或许要等到最后一刻 同时之间他的竞争对手拜登 能不能继续选也是个未知数 对自己的年纪严余让现场哄堂大笑 拜登跟川普各自的选情多变 在还没正式提名之前 双边都得面对瞬息万变的指示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的大事要来关心的是 美国的总统大选如火如荼正在进行前面的这个竞选工作 前总统川普在宾州在造势的时候呢 突然传出了枪响 随后在安全人员护送下离开现场 就现在连线要交给国际中心的记者杜和平 是的 主要画面上可以看到川普当时呢 正在进行忽然之间传出了一阵枪响 他吓得赶紧躲到这个这个讲台下面了 那现场民众也非常紧张纷纷的躲避 那此时可以看到呢 这个安全人员随后马上一涌而上 将他这个川普这个按在地上 然后此时呢大家都不感动 因为情势非常紧张 不知道发生的事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一阵枪响传出 那在安全人员这个的 这个确定状况之下呢 川普此时也慢慢的起来 那此时那个可以让这个随护 帮他团团围住 那撤枪实弹的这个安全人员 也立刻将这个舞台整个包围住 那随后这个川普再站起来之后呢 他为了向这个民众示意 他举起双手向大家 就他挥手 那握拳跟大家表示 他身体状况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这个安全人员的这个不动之下 他也慢慢的这个离开这个现场 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川普 在安全人员这个包围之下 他也慢慢的站了起来 那此时可以看到川普 似乎有点这个头发凌乱 然后身这个衣服也是 这个都相当 都已经弄皱了这样的情况 那川普他高级他的双手 那现场民众也非常的这个振奋 因为他们确定这个川普身上这个并没有说有多大的伤害 那他们此时也慢慢的走下这个台阶 那现场也传出了正正的这个欢呼声 那事实上呢 这个情况发生在宾州刚刚两个小时前 川普在进行这场造势演出的时候呢 忽然传出了这个一阵枪响 那当时大家非常紧张都趴下 那目前得知呢 川普这个当事呢 还不清楚 不过确定是有点受伤 不过安全人员随后在对外的这个声明中表示 川普的身体状况是没有问题的 那显然他可能 呃 似乎是有一些这个身体上 这个疲漏之伤 可能是有的 不过可以看到他举着双手 呃 举着这手臂向大家示意 那目前这个呃 根据呃 CN的报导呢 川普这个美国这种拜登已经得知这件消息 那呃 也要求这个特勤员 特别加强这个 所有这个竞选人员的安全 特别是呃川普前总统的状况 那目前呢呃 我们得到这次消息呢 这川普的身体是安全的没有问题 那呃 事实上呢 这起这个枪击案呢 是 是这个1981年雷根枪击案之后 呃 最受关注的一起 而且现在是在美国竞选这个大选期间 那星期一又是共和党的这个呃 呃 全国代表大会哦 那至于这个后续发展会如何 是不是会有引起更多的这个关注呢 呃 我们密切为您关注 以上是这一群枪击案的最新情形 主公 if you want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to said take a look what happened 造势演说到一半忽然枪声大作 川普摸了耳朵后 立刻蹲到掌台下 一旁的特勤人员蜂涌而上 美国总统大选13号发生了重大事件 前总统川普在宾州这场造势演说时 忽然遭到枪击 一时之间民众惊恐尖叫声此起彼落 随后安全人员在确认没有安全疑虑后 将川普扶起并将他团团围住 此时可以看到川普脸上有明显血迹 不过他仍然举起手臂握紧拳头 向支持民众致意 他口中念念有词高喊战斗 而在特勤人员的严密保护下 川普被护送上他的座车 而在上车前 川普仍然高举手臂 向支持民众致意 而根据美国特勤局的最新声明指出 前总统目前很好很安全 而川普的发言人也表示 前总统没事 并感谢执法单位与急救人员的迅速行动 目前川普正在当地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枪击案的最新发展是外媒报导 枪手已经死亡了 最新的消息就要连线给国际中心的记者 是的 主播 美国总统大选发生了重大枪击事件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兵州这场造势演说 忽然遭到枪击 那目前川普的伤势 虽然当时有看到他脸上明显血迹 不过证实特勤人员在声明中证实 川普的人身安全是安全的 目前状况是没有特别的身体上受到的危害 而根据这个最新报导 目前这起枪击事件已经知道造成 至少两人死亡 一人受到重伤 而死亡的其中一名就是开枪的枪手 那他是被这个特勤人员在现场当场击毙 而现场也造成了有另外一名观众死亡 还有另外一名观众身受重伤 而这起事件发生后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也立刻在白宫 拼取了这起事件的简报 目前还在等待看白宫 我们最新的消息 或对这起事件的特别评论 而发生这起事件的兵州州长夏皮罗也表示 他们绝对无法容忍任何 针对政党政治人物的暴力 这在兵州或美国都是不容许发生的 而这起事件发生后 之前传出有高额支持这个川普的 这个美国这个首富马斯克 他也立刻在这个X上转发这个川普 枪击之后高举双手的这个照片 表示他说他正式表态说他全力支持川普 并希望他尽快恢复 而这个推文这个发表之后 也获得63万个赞 超过2000万人的浏览 事实上的美国的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将在明天召开 而就在召开的前一天 竟然就发生了共和党这个候选人前总统川普遭到枪击 那事实上目前美国的这个川普的支持率跟共和党 不论是这个拜登 或者这个可能被推出来 顶替拜登的这个副总统 贺锦六支持率不上上下 因此这个竞争是非常地激烈 而现在在选前一百多天又发生这样的枪击案 特别又是共和党党代表大会的前一天 这会对这个整个共和党造成什么样的激励效果 目前还不得知 不过很显然 在选前发生这样一个重大枪击事件 已经冲击整场选举 对于这个选举的结果会有什么影响 也备受关注 以上是这期事件的最新情况 主播